在剛剛停號有帶我們看 上一段我們提到 台灣高房價 台北市動輒3000萬以上 大家以為說到底是誰在買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數據 整體百貨的業績 在去年也很亮眼 停號竟然14家 這個營業額都超過百億 沒錯 所以我們要具體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一項資產 一項房價這麼貴 它這麼貴的原因 到底是因為泡沫 還是因為剛性買盤太強了 現在看得出來 它都是真實的資產 真實的外匯收益所買起來的 換句話說 這有一群人 他真的在這幾年的確 年薪真的是翻倍式的增長 所以他這幾年超額出去 快速的放大 你看去年 明明2023年是標準的 景氣下行周期 還比股市年減率 基本上都是三成四成起跳的 但沒有想到房價一直漲 一直有人買 然後百貨公司的業績 也好得不得了 如果說房價漲 你頂多可以把它推成說 那個是金融泡沫 那個是市場的炒家 投機者把它推銷起來的 可是百貨業的營收創新高 餐飲業的營收創下時高 它就不只是反應通膨了 就是有一群人 他真的手上 扎扎實實的在買 對 那你可以觀察到 你像經濟部最新所公布的數據 在整個2023年的餐飲業 營業額已經來到了一兆 只是歷史新高 在2022年也不過就8千億而已 2023年在景氣下行格局 成長幅度來到一成八 通膨也沒有來到這麼高的位階 所以這說明市場 第一 買氣甚至比通膨 還來得更為顯著 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說 你賺到了錢 你不要來買平時的物價 把民間用物資物價給抬高 你去炒你的房地產 你去炒你的金融資產 買股票就好了 事實上證明什麼事情 他不只買了房 他真的連奢侈品 什麼東西都在買 錢太多 買奢侈品也是花錢不手軟 我們看到在去年 台灣的零售營業額是4兆5760億 年增率是6.9% 連續8年都正成長 我們真正要留意的幾個方向 你可以觀察到 2023年明明是景氣下行周期 所有百貨公司 我還一一去對照了 還不是說什麼 我們頂多說 有些地區 可能因為百貨公司比較少 然後人口數大量移入 所以可能像 我們以前在新竹生活 那個巨城 永遠都是人滿為患 所以可能覺得 有些地區就比較好 但是現在事實證明 2023年是無一例外 只要是有連鎖型百貨公司 營業額全部創下時高 你像新光三越 台中中港店的部分 那個停車 它都是繞兩圈 你知道嗎 跟Costco一樣 2022年的業績是245億 23年來到258億 成長了5.3% 台北101億 成長了兩成 台中大圓百 就在中港店旁邊 也成長了5.9% 你像是新光三越 台南西門店的部分 因為去年年底 那時候跟金貢合作 10月 11月 12月 都在南部跑 就幾乎每個禮拜 都跑高鐵下去 有一次就去 台南西門 新光三越的西門店 因為它後面 是一整片停車場 我就看到 兩代最內 然後騎機車 因為比較方便 想在想內就這樣子 這說明什麼事情 就市場的買氣是真的存在 可是你有感覺 服務業的薪資水平的提升幅度 其實並沒有像營業額 提升得這麼快 這就說明 大部分市場的購買主力 並不是在傳統的服務業 白領身上 而是我們聊到的科技行貴 所以你看財政部 所統計的六多百貨公司的 業績總統計 你看當時在2022年 整個台北市 也不過就1200億左右的 一個產值而已 結果到2023年 直接飆升到1800億 1200到1800 增長是多少 是五成 所以它的消費 好驚人的成長幅度 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對照回來 那到底它跟實體 民間的消費 為什麼有這麼顯著的落差 對 所以大家就會擔心 現在是不是有錢人 越來越有錢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如果說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又對經濟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沒錯 如果我們又有一個 很好的理解 會覺得說 有可能營售額的增長 它會反映著 市場的薪資水平的上行 可是你可以觀察到 這幾年CPI 台灣大概在2.95%到2.5%左右 但是如果你把它換算成 實質的經常性薪資 薪資是一定有漲 但是有沒有漲過通膨 是一個問題 目前來看 幾乎都是處於在 2021年以後 就在下方 幾乎是負增長的 一個條件存在 說明什麼事情 大部分人的薪資 其實並沒有跑贏通膨 可是有一部分人的資產 由於參與了這一波 資產炒作的行情 其實它的購買力大幅提升 舉個例子來說 剛才我們聊到了 失之薪資幾乎還是翻覆 就代表的 大家的薪水有漲 漲不顧物價 可是你看 我們以資產所統計的 台灣高資產族群 高資產族 高資產族 我們通常把它描述成 3000萬以上 現在來看 台灣大概有34萬人 可是它的資產的增值 每年年化報酬是多少 18% 它跑得比台北股市 還要來得快 各位可以理解 在這個時代 你想要讓你的財富 快速的增長 你集中在勞務所得 你的所得收入 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你只要持有足夠多的資產 它就跑給你看了 所以有錢人 會錢滾錢 越來越有錢 對 那當它錢滾錢 越來越有錢 它的消費不斷擴大之後 物價就會因此而太深 所以你觀察 明明台灣的人均GDP 在今年已經正式的 超越日本和韓國 可是你換算 東京和大阪 如果換算台幣 用現代匯率 大概是4萬4千塊 和4萬2千塊的基本薪資 這個是東京和大阪 但是你看台灣的部分 台灣還沒有超過3萬 那是2萬7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一個現象 那就是說 我們都很理解 現在的經濟數據 講的都是真的 市場的買戲是真的好 不管是房市 營業額 大家真的在買東西 只是不是你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傳統的勞工階級 薪資並沒有跟上 所以一般家庭的 痛苦指數還是很高 沒錯 痛苦指數就是 我們的失業率 加上通酷率 仍然是屬於相對 比較艱困的一個挑戰 但它也彰顯了一件事情 這個時代 我們一定要認知到 財富增長的速度 我們看到財富的增幅 遠遠大於 我們勞力資本的一個增幅 那也說明一件事情 一定要持續收看 我們今年天下 才能夠讓自己的資產 持續的增值 所以理財就很重要 沒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要稍後來看到的是 現在在比特幣的部分 其實也是漲翻天了 那麼相關的族群的股價 也跟著上漲 接下來該怎麼留意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